今天专业的人聊专业的事 我们先聊聊大家最关心的 坦克500四驱系统 有粉丝朋友满我说你更新的太慢了 真正能辽兵外款车 必须长时间长距离的驾驶 我不能说就开了180公里 就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怎么牛逼 对吧四驱多好 那是不对的 坦克500配备的是44驱系统 这会就有人要问了 是不是和坦克300城市版的一样 或者说是不是和木马人 中规220T的木马人是一样的 因为44驱系统在面临极端越野环境中 有可能会失效 那么坦克500是一套 什么样的44驱系统呢 500的4驱系统是伯克华纳的 TOD智能四驱系统 也就是我们说的44驱系统 但是重点 这套系统增加了 同猛禽一样的高速四驱4H 以及低速四驱4L的机械锁者功能 这样的话在高强度越野中 在4H状态以及4L状态下 就不会出现四驱失效问题 视频最后呢 我会给大家画一套简单的 四驱结构设计图 供大家参考 这里我们先来说一下 几种常用模式的 四驱动力分别方式 在时速80公里内 可自由切换自动模式 两驱也就是经济模式 还有四驱高速模式 我们根据动力条件来看一下 动力如何分配 在公路我会选择ECO经济模式 这期我们只聊四驱啊 关于经济模式情况下的动力输出 并且先换到逻辑稍后再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只有后轮有驱动力 前轮的驱动力为零 AUTO自动模式 会根据油门大响 转门角度 速度以及坡度等 会智能的向前轮分配动力 但是更多的动力分配还是在后轮 那么说4H 前后动力输出一致 也就是50比50 有人说4H不能在公路上行驶 这里不抬杠 只是演示 假如我们刚刚结束越野 忘记关闭4H状态了 会怎样 小幅度准备没有任何问题 不管是对于车辆还是对于驾驶 低速行驶 比如说掉头揉裤等 4H状态下会感到方向反较劲 你也会感知到是4H状态了 这样解除掉就OK了 低速四驱 4L会放大扭矩2.46倍 那么这个是一套 试试四驱的一套结构图 简单结构图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现在是这种试试四驱的呢 比如说我们把坦克300程式版 那么还有我们的 中规的木马仁220T 不管是卢宾汉还是撒哈拉 都是这种结构 首先纵制的发动机 然后通过变动箱 然后分动箱将动力传到前后 就是抢转 前面这边是一套多片离合器 通过调整多片离合器的压力 往前面传递的动力是不一样的 最多可以传递50%的动力到前轮 这个地方当前轮受阻力量非常大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承载力有可能就不够 会导致失效 那么这套就是一个分试四驱的一个结构图 同样 纵制的发动机 对于越野车来说 纵制的发动机 变动箱 分动箱 前面这车一套牙签式齿轮 是咬合的 当我们用四驱的时候 这齿轮是咬死的 咬死的 所以动力是只能强好各50%的动力方态 但是这个地方非常的结实 那说弹弧板 那么是将两套系统结合到一起 当AUTO模式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多片离合器 向前方传递动力 所以可以看到传递不同的动力 当我们用4H或4F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牙签式锁死的 这么说大家能明白了吗